这两天,我和一个好久不见的好哥们见面前聊,几天我们聊到了小孩性教育的话题,他跟我说,有一次他在和老婆亲热的时候被孩子看到了,我问他怎么处理的? 他说,当时就跟孩子说爸爸妈妈没事,只是在玩呢,其实,既然孩子已经目睹,那么,何不趁这个机会给孩子上一堂性教育课,一味的躲避和掩饰,反而更激发孩子的好奇心,我自己对于这事其实也是感同身受,因为我小时候也算是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目睹,当时我看到后就立马回到自己的房间, 然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感到慌乱,厌恶的情绪,所以,对于性教育,爸爸妈妈们应该提早做好准备,以免到时候发生不必要的尴尬,不要手足无措,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如果被孩子目睹后,父母的表现是慌乱,激烈,乃至惊慌失措的,那么,孩子会更加以为这种行为是可耻,不好的, 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性心理学家认为,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得对性的接受度越高,孩子越能养成健康的性行为,爸爸妈妈们的反应越大定,越若无其事,对孩子的心理是越放松的, 如果孩子还很小,那么就不必要太多解释,哄哄他们去自己的房间就可以了,在大孩子面前,家长应该对孩子做解释说,爸爸妈妈没有打架,这是大人之间表达爱的方式, 就像你们小朋友之间玩耍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哦,此时,有的孩子会不停追问,他不相信你所说的,这时候千万不能说没什么这些话敷衍了事,坐下来好好聊聊,适当进行性教育是非常好的时机, 心理学家陆曼博士建议,如果孩子显得有些困扰,父母当时就应该为孩子稍作解释,让他放心,如果他快睡着了,那不妨留到赵群再说,事实的分离,给彼此隐私权,在合适的时间跟孩子翻床睡和翻房睡,不仅能培养孩子以后独立睡觉的习惯,更能缓解被孩子发现了尴尬,还彼此空间,给予彼此尊重, 通常建议,孩子一出生就要减少和父母同床睡,尽量在自己的小床上睡,不过可以在一个房间,在孩子五个月到两岁之间是分房睡的最佳时机,教育孩子千万不能采取骗,恐,恐吓,小孩子,要清和,温柔,讲道理, 儿童性心理发展专家胡平曾说,性教育却不是大多数人所去现认为的性爱教育,性教育肯定不只是单纯的性爱教育,可能受西方电影的影响,我们都以为孩子的性教育可能,只是简单的说孩子到了一定年纪, 在他的包包里放一个避孕套,然后出门前跟他说,放心的去玩吧,但是记得一定要大套,如果真是这么简单,那就大错特错了,性教育不光是身体的教育,比如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部位,不能随意跟别人亲密接触等,性教育也是责任与情感, 道德和法治的教育,他们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尊重自己的身体,也是尊重他人,我想问问爸爸妈妈们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女儿跟你说,有个男生想带他去开房,你会怎么做? 也许大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让女儿立马断绝和那个男生的联系,或者直接找到男生家里大闹一番,因为在中国,毕竟父母们还是很保守的,更何况女儿生来就是要保护的,怎么能轻易让他受到伤害? 无论家长听到后做出什么反应,身为父母的我们都能理解,我的建议是,应该跟女儿说,你现在长大了, 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你做任何事,只有你尊重自己的身体,别人才会尊重你,教育学家买卡连科说过,性教育首先是社会人格的文化教育,孩子越早的接受性教育,那么他的身心就能越早成熟,在他的身体发生变化,性格发生变化的特殊时期,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让我们不要再避讳性教育这个话题, 唱开心扉一次和孩子到达的聊,点关注,不迷路,谢谢各位大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